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丁松云神父 还是继续祝福大家复活节快乐 我们是在复活节后 第一个礼拜的星期四 那么在今天的路加福音里面 我们就继续听那个昨天听的故事 两个门徒他们在路上 遇到耶稣基督 复活的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跟他解释 他为什么必须经过死亡才能够复活 那么当然这两个门徒很兴奋 所以他回去赶快回去 跟其他的门徒报告 他们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 那么其他的门徒有一点怀疑 不过他们正在怀疑的时候 耶稣基督就在他们中间出现了 那么他们好像耶稣愿意特别证明 他是复活了 所以他让他们看他的受伤的地方 他的胸还有他的手 这些受伤的地方 然后他说他要跟他们一起吃饭 他跟他们一起吃一点烤鱼 那么他也揭示所发生的事情 教他们放心 而且他说你要把我的话 告诉全世界的人 这样子他们也能够得到罪的赦免 你有没有发现 耶稣基督每一次跟他的朋友在一起显现 他是很小心不要让他们很害怕 祝福他们平安 他就谈到的就是永生 就是罪的赦免 和好 所以他愿意他都能够得到安慰 那么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做基督徒 有时候很不幸 我们会忘记我们的宗教信仰 最重要的是给他们 给我们一个乐观 开朗快乐的生活 我有时候第一次有人发现我是神父 如果是基督徒 他有时候他会低着头说 神父对不起 对不起 他好像看到神父 就觉得他是罪人 他有罪 我觉得他看到神父 应该感觉到他得救了 应该感觉到他是被宽恕了 被添出爱 不过有时候有这种消极的反应 为什么呢 那么有时候 有人不太愿意做基督徒 因为他们在想 基督徒都不能够随便发脾气 也不能够有两个配偶 三个配偶 也一定要尊重其他的人 也不能够太自私 而且都要先想到别人 才想到自己 他们想到这些挑战 有时候挑战为了他们 是一个可怕的事情 消极的事情 其实他们应该想到的是积极的 应该感觉到会有一个人次的父亲 不断地在陪伴着他们 会有一个耶稣基督 不断地在提醒他们 训练他们怎么样过一个比较有爱心的生活 应该能够相信天主拍了一个圣神 一个五行的看不到的听不到的一个精神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让我们能够克服那个生命中所有的可怕的事情 难过的事情 让我们失望的事情 这个是我们真正的基督徒的一个生活 快乐的生活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这次的复活节 大家会下决心要做一个快乐的基督徒 祝福你